红楼梦 红楼梦的作者是清朝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 红楼梦通过对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变化的描写 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默契的黑暗及矛盾 从而展示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作品结构规模宏大,内容丰富,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 红楼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红楼梦中主要人物是贾宝玉 贾宝玉是贾家的狄派子孙,也是这个大家庭寄予希望的继承人 虽然宝玉生活在封建的大家庭中,但是她看不起功名利路 不愿意走学而优则式的道路 她轻视世俗的男性,尊重社会下层的女性 她背离封建家庭给她安排的人生道路,要求婚姻自主 虽然与林黛玉的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 但是体现了贾宝玉的叛逆性格 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是林黛玉 林黛玉聪明美丽,天真帅直,才华横溢 她从小失去父母,寄居于贾家 虽然贾母对她非常疼爱 但清高,自尊的性格使她变得多愁善感 她与宝玉有共同的理想和志趣 她深爱宝玉,但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 不能表白,在宝玉结婚之日,郁郁而死 《红楼梦》的男女主人公,受时代的局限 没有找到现实生活的出路 她们要摆脱封建社会的建制 但又不得不依靠贵族阶级生活 这使她们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矛盾 《红楼梦》的小证图